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感觉这个家座很假 你看看 像是那个圆导的 他喜欢看起来 都孙阿嬷的语 都很听阿嬷的语 不过我一看就知道 他是在做表面的 感觉阿嬷看不出来 他有那个乐咖的 他明明但是阿嬷的 女儿的孙子 是怎么看到阿嬷的时候 不像看到洪泰有同样 刷到买死 让他化妆化妻 叫来叫去 叫做材材就材材 不像他的女儿同样 我感觉这种观念不太正常 不好意思 是不是我说他太过超过了 没啦 但现在你的情绪不好 你说的有点重 我都了解 是说我们家的关系 开始是有点复杂的了 哎呀 我感觉以前的我已经过得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人家在家 是不是可以让房间三个地方 回来可以做自己 不像我 现在在这个地方 你看看 不像在座家一样 有时候阿嬷整年 我们在关西市 连在家在家 总共是有病的了 阿嬷 你就放心让俊杰回去公司上班 如果是有病给你联合的事 我就拿起来做业做手 俊杰但在公司上班 最开心的就是你啊 因为你可以当做业跟屁丑嘛 我是俊杰的生命 照顾也是应该的 妈 那你认为呢 我是感觉喔 让俊杰回去上班 看能够关键回合记者吗 你也免得太烦恼啦 有点和克星 把他够够够够 不让他出什么问题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 因为 妈 他除了要忙 这些公司的事情以外 而且他还要顾完呢 他就太累了啦 你怎么知道 我在跟他开工的时候 他乡用贫血 厉害分气呢 俊杰 阿嬷 你现在对过去 是一点的印象就没有呢 你在公司处理公司的事情 不是像小孩在办公会 我怎么会放心 对 我跟俊杰 等下说去上班 如果这样 他才有机会出差走 我才能靠在楼台 哇 欸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喔 哇 漂亮喔 哇 我去看看 喔 喔 送啦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 对啊 戳一下 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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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叫你灯灯 我是叫 是说这个办公室的老婆餐廁 我的办公室 也可以算空的 不要急 不要急 哇 这医生真舒服 好啊 不要玩啊 好 嗨 不好意思 我说不记得 你有跟我跟我说 今天我在公司 就要处理我 要处理我 要处理我 好 是啊俊杰 你现在是副总 你一定要处理 不要惹出一个小孩 不然人会笑你 好啊 你不要处理我 我就是 没想要在家 不然要念 我不才早来上班 俊杰 你总算得了 你又看过上的新闻帝 弄她的母亲 你做活 你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阿姨 你不用再紧张啦 我没听俊杰 什么都没记得的时候 故意陷害你 哼 你说的出嘴 我又听不下去 真正不知道是谁 所以家俊杰 有那么多干 你是说你处理 对 你这几个面子 不能处理他 你看看 很像欢喜愿者 要是说 越来越好 感情越好